范冰冰刘国良真相如何?李晨只说了一句话,范冰冰听完都笑了。 娱乐圈总有事发生,前阵子马荣上访谈控诉王宝强出轨,还历历在目,结果范冰冰这边又出事了,一张神似范冰冰和神似刘国良的男女亲吻照,在网路流传,很多人惊呆了, 说难道范冰冰是马荣第二?范冰冰前脚刚被小崔快嘴追逃,结果又摊上这样的绯闻,老些也挺心疼的,不过甭管真是与否,李晨都说过一句话,范冰冰听完都笑了。 这张照片一出,李晨的微博就占了,网友纷纷心疼打黑牛,说老实人又受欺负了,的确,李晨在娱乐圈的形象,是老实巴交的人,看起来特别靠谱,而范冰冰太过美艳, 对于很多人来说,是个很危险的长相,有多少男人败倒在她的十六群下呢? 毕竟这是张莲副二代黄一清都发了的照片,很多人也信以为真。 不过范冰冰和刘国良到底亲没亲嘴,范冰冰工作室首先出来发表声明,明确表示这是谣言,而且贴出了范冰冰本人的照片,与图中神色范冰冰的女生做对比,图中女主有耳垂,而范冰冰没有,俩人的手也是大不一样, 这样清晰的实锤,范冰冰粉丝可算放松了一些。 也许是害怕被告上法庭,随后照片的主人也出面成青,表示这张照片是一张剧照,两个人也不是刘国良和范冰冰,而是另有其人,仔细一看, 成青人的却和刘国良长得有几分相似呢? 刘国良还用世界杯来调侃,可千万别乌龙了,幽默地回应了这一出闹剧,粉丝心中的大石头可算落地了。 其实范冰冰冰到底是什么样的人,老街相信李晨心里也明白,不然俩人不会在一起三年多,去年李晨还在范冰冰生日会上,跟范冰冰求婚了。 这明摆注是要过一辈子的人啊。 之前有的节目,李晨和范冰冰都在,李晨在节目上和范冰冰打电话,说朋友的老婆是自己的粉丝,所以朋友很羡慕嫉妒李晨。 李晨当场就说了一句话,他说别羡慕嫉妒恨了,我有范冰冰,这句话一出,范冰冰立刻就笑了。 可见俩人的感情有多好。 范冰冰和李晨从十五年的我们,公布恋情开始,俩人一直在秀恩爱,不过十七年李晨求婚范冰冰,到今天俩人也还没结婚,不知道什么时候范冰冰和李晨才会修成正果呢? 你们怎么看? 范冰冰